大家留意一下它整面是黑某某的 相對裡面是白的 還有一件很精彩的印章是黑落豆漿石灑窪窗 走入九龍寨城公園 不難見到一個額頭頂著黑超 背著黑色白寶袋的老伯敏叔 他隨時為遊客講解寨城歷史 人家來寨城公園或者去某個地方旅遊 是希望了解多點那裡的東西 自己知道為何不將它告訴別人 不過早前就有人說敏叔已失實的史料 誤到遊客搏取打賞 而敏叔每次遇見不平又必定會出聲 他敢言的性格就為自己惹上非議 他真的對公園有什麼做得不是對的 我肯定出聲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這個原來越來越好 可能這麼久以來 或者得罪了某方面的人都不奇怪 但是我會堅持做我自己的事 現年七十一歲的敏叔 十年前開始跟隨不同的道賞 了解寨城的歷史 後來更開始擔當義務道賞員 首執一支雷射電筒 更會用中式英語為外國遊客介紹公園各處 除了道賞 敏叔還會在公園撕紙和吹笛 每次撕完紙 他都會用餘下的紙撕出心形 寄予要用心做每一件事 送完獅子的紀念品 他還會為遊客吹奏一曲 雖然有人投訴第一聲音風陣陣 不過性格樂觀的他並不介懷 亦希望遊人會愛識公園 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